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2年6月14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昨天政府宣布 移左民的小黃人將不能獲消費勸禍 究竟有關措施是誰成功爭取的呢? 政府又如何找到這些移左民的小黃人呢? 另外 立法會最近考慮取消及卸任特首林鄭月娥的五宴 究竟為何要這樣做呢? 是否用來表達對他工作的不滿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政府為了刺激 受到第五波疫情影響的經濟 之前就宣布將會派發一萬元的消費券 分兩期每期五千元 派發給香港永久居民 而第一期的消費券已經在4月7日開始派出去了 原本派發消費券絕對是一件好事 事關一方面 它可以幫助到一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 解決他們的延微之急 也刺激到經濟 幫助到小商戶 而且由於消費券是透過一些電子支付形式派發出去 所以變相也加快了香港採納電子支付的步伐 雖然與內地比仍然差很遠 但也算是走一小步 不過即使是一個這麼好的計劃 也有漏洞 由於派發消費券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也有派過 政府為了想加快整個程序 減少行政費用 就不用人們再申請過 總之如果沒有改變任何東西的話 錢就會直接入到大家之前選擇的電子支付平台 原本這樣其實是最方便的做法 不過問題就是 在過去一年 其實有很多小黃人已經移民離開香港 但由於消費券還會直接入到他們那裡 變相便移民還可以取消費券 所以就引來很多正常人的不滿 其實在宣布今次消費券計劃時 梓敬已經留意到這點 在才爺見我們不同政黨諮詢有關財政預算案問題的時候 梓敬已經跟他說 如果真的派消費券 應該要求申請人申報有沒有移民 而除了閉門會議有這麼說之外 今年二月梓敬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的會議上 都有問到有關的問題 市長你好 你問財政預算案 我們新聞黨整體來說 都覺得方向是正確的 也是可以的 我想說一說消費券的資格問題 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們不明白為什麼移民的香港人都可以有得獲 其實大家都知道最近一年 有差不多10萬香港人 是透過BNO visa或者其他途徑移民去海外 我知道你這個消費券 有一個要求就是 要求他們在過去24個月都必須曾經逗留在香港 現在這一群移民去外國的人 其實他們在過去24個月 他們的確確實在香港 所以按照你的要求是符合這個資格的 反而有很多我們關注到居住在內地的朋友 由於他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過往兩年都沒有機會回來香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反而可能是沒有資格 除了是福建計劃、廣東計劃那些豁免之外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一些離棄我們香港 離棄我們國家的人 我們就要給消費勸他 但是一些擁抱我們國家的生活模式的朋友 我們就不給消費勸他 這樣是不是說不通呢 我明白大家可能會說 如果我們要篩選出來的話 那個行政費用會很高 那我同意的 所以我也不是說 因為你現在是會一個自動的安排 我不是說你現在自動會給那些 我們要作出任何的篩選 不過在新登記 去拿消費勸的批 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申報的制度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不會涉及額外的行政費用 他夠膽的話 他移了文他照去登記 他去申報他沒有移民 他夠膽這樣做就行了 如果我之後 任何途徑發現原來他是移民 而是拿了這些消費勸的話 那我們就有足夠的法律基礎 去追究這個行為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個消費勸 能夠真正為及一些對香港有歸屬感 對我們國家有認同感的人去拿 多謝 至於移民資格的問題 移民那個可以這樣說 剛才李子敬議員提到那個 我們可以在第二輪登記的時候 可以適當考慮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主任 黃愛玲 當時說很難做到 他們說 跟入境處溝通過 認為很難判斷一個不在香港的人 是否會再回來 所以現有的做法 只是要求他們申報 過去兩年是否有逗留過在香港 如果虛假陳述 便會有法律後果 所以第一期消費勸 便會沿用去年的做法 即是移民的人 照有得拿 不應該讓移民的人 拿消費勸這個建議 而一開始的時候 主要是由我們一群KOL立法會議員提出 除了指敬之外 媒體也留意到 另一位KOL立法會議員陳詠欣 也有提出類似的建議 而在我們帶動起這個議題之後 其他建制派也開始關注 認同我們的說法 不知道是否因為 政府見到越來越多議員 有同一個看法 所以昨天 當政府宣布第二期消費血派發詳程的時候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正式宣布 今輪的消費勸計劃 他們會加設一個新的條件 就是意圖永久離開香港 即是移民的人 便會沒有憤怒 剛才說過 上次紫敬問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時候 他們不是說 沒有辦法知道 一個離開香港的人 是否之後都不會回來 這次他們又是怎樣判斷 怎樣為止 意圖永久離開香港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財政預算案主任黃愛玲 昨天回覆傳媒查問時 到時政府會檢查一下 消費券的申請人 有沒有用以永久離港作為這個理由 申請提早拿走他的強積金 另外 假如市民自從2019年6月18日至2022年6月12日 都不在香港 政府亦會主動調查 是否他們已經移民 亦會檢查市民的身份證 是否在外地簽法 來盜絕移民的小黃人 來騙消費勸容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社會有意見提出 已移民的市民不應該取消費券 認為有關建議有一定合理性 由於香港市民移民 現在是不須向政府申報的 所以之前 沒有辦法界定市民離開香港的境 是否移民 去年派消費券時 只是規定市民 在過去24個月連續都在香港 便可以申請 但既然現在社會有聲音 認為不應該這樣 現在便再檢討計劃 進行優化 對於財政司司長 採納了我們KOL議員的意見 媒體便立即去問問 指定和詠欣怎樣看 詠欣回覆媒體時說 歡迎司長重善如流的決定 他說記得今年2月 財政預算案公布後 曾經多次問到司長和其他官員 如何處理移民的人 但當時政府不傾向審查 或是因為第一期消費券的時間緊迫 4月便要派到市民手中 沒有時間再去審核 所以今次政府決定優化安排 絕對是善用公帑的表現 至於指定 指定回覆媒體時說到 覺得今次才爺決定以強積金狀況 和留港時間作為審核標準 是有效可行的 事關消費券計劃的原意 是幫一些在疫情下 受到影響市民的生活 刺激下消費市道 移民離開的人 他們已經接受了第二種生活方式 沒有理由真的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補貼他們 反正他們也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如何也好 其實今次財政司司長可以從善如流 接納我們KOL議員的意見 絕對是歡迎的 也值得一讚 今早也發了一個WhatsApp 謝謝司長 這件事也告訴我們 我們在議會內外的工作 只要持之以行 就可以為社會帶來一些實質的改變 之前不是還有很多黃辦藍的KOL 不斷抹黑我們KOL議員的工作嗎 結果上入不夠半年 我們已經成功推動了很多改變 包括成功爭取立法會保留國輝也是這樣 成功爭取獅子山隧道擴建也是這樣 今次成功爭取消費血不讓移民的人拿 也是這樣 證明未來的大小要政府做事 只是在議會內說不夠的 一定要議會工作加上KOL輿論工作 這樣才能給政府足夠的壓力 推動他們做事 指定現在正在推動的公務員改革 都希望可以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將我們的影片傳遞給更多的朋友 指定深信 只要我們持之以行 香港一定可以變得更加好 大家加油吧 講完消費血跟大家說一下 便是四任特首林鄭月娥 今年是回歸25周年 隨著七一快到 很多人都關注 到時會不會有國家領導人 到時來到香港視察呢 如果真的來的話 由於內地對疫情控制的要求 非常嚴格 所以大家都估計 有一些會見到領導人的主要官員 例如司局長 行政會議成員 甚至乎一般立法會議員 都可能要在七一之前 入酒店閉環隔離一個星期 確保萬無一失 原本香港的疫情 比起第五波高峰期時 已經穩定下來 但疫情最近又有反彈的跡象 確診個案 現在又升到每天七八百宗的水平 一般來說 政府換屆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都會按照傳統 為卸任的特首 搞一個Fair World Lunch 原本定在下星期二 即是6月21日舉行 邀請立法會議員 行政會議成員 政府高級官員出席 不過剛才說過 由於最近疫情又有反彈 短期內更有機會 每天過千確診 加上領導人 有機會在七一下來的關係 林太最後一次作客立法會 現在可能出現變數了 前幾天跟大家說過 林太最上次來我們立法會 是否上星期四 6月9日 當時就過來出席 任來最後一次達問會 怎料之後那天 紡織界的立法會議員陳祖行 就驗到初步確診 令整個建制派很緊張 由於所有議員 都在同一個會議室開會 雖然會議室很大 理論上所有議員都應該被視為緊密接觸者 所以我們也好聽說 這幾天每天都做快測 如果沒有工作需要的活動 就一律不出席 甚至連大公部前日舉行的120周年活動 我們也不能去 面對這個情況 根據媒體報導 立法會的行政管理委員會 昨天早上開了一個閉門會議 談談究竟是否要將特首的Ferror Lunch 改變形式 甚至取消 來避免有議員高官再中招 影響回歸慶典的安排 據了解會議中 有議員覺得不應該取消五宴 提出不如大家不脫口罩 不吃東西便可以 有人甚至建議 你不如在座下放大桌子 我當時不放入杯酒 不過也有議員覺得 這樣要不如別搞 最後搞到有官員 議員因為這個活動 確診出席不到七一就職禮 那真的很難看 最後這個五宴會否取消 好像現在還未有定案 具體要等到立法會和特首辦 但談過才能夠決定 特首的Fairway Lounge有機會取消 那立法會會議又如何? 立法會大主席梁君彥最近有溫馨提示我們的議員 叫我們出席立法會會議時一定要戴口罩 包括發言期間 因為有些部分人發言期間就脫了口罩 又叫一些議員不要在立法會前廳吃東西 因為有食物 據了解 他們甚至在想在七一前的會議用Zoom來開 事實上 立法會今年1月通過議案授權立法會會議或委員會會議 在指明時間內可以按議事規則遙距開會 但當然是有日落潮款 直到今年12月31日 所以我們是有法理基礎的 不過 也有議員私底下說 當初通過這個議案是因為如果政府因為疫情的關係宣布公務員work from home 立法會又沒有理由開實體 因為你始終都要那些官員來開 或者是立法會秘書處都要來開會 所以才應該改用Zoom開會 覺得不應該因為配合閉環的隔離 而改用視像開會 怎樣也好 距離七一還有兩個星期多 具體安排會是怎樣? 相信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如果你問我 特首的Feral Lunch應不應該取消呢? 梓敬就覺得 不應該 事關無論是一個傳統 雖然大家未必很滿意臨體的工作 但也沒有理由那麼噁心 不過如果不吃東西又好像很奇怪 吃東西又真的怕會有人中招 所以梓敬就覺得 不如改到七一之後 第一個星期搞吧 其實也不遲啦 說真的 你還是不是現界的特首 其實也沒什麼所謂啦 也沒有人在意的啦 大家只是吃飯而已 不過 無論最後安排是怎樣 梓敬都會尊重的 希望到時立法會和特首辦 會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安排啦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好了 上星期三 梓敬就已經在立法會提出了一項動議 建議要透過改革公務員系統 來提升政府的效能 有關的動議也已經得到立法會的通過啦 如果大家未看的話 請按這裡 看看梓敬在動議時候的發言啦 下次見 拜拜 拜拜